第100 这个25 这个呢是硅甲 硅甲就是乌龟的甲壳 乌龟的甲壳 这个 这个硅甲呢 因为味道是咸屏 它是破增甲虐壳 所以有肿瘤有硬块 癌症我们常常使用到咸味的药 那硅甲 硅甲的性呢 因为乌龟是沉浅的嘛 沉浅 它钻在土里面埋在里面 躲在里面 那所以乌龟的它本身呢 它浅阳的力量很强 而且它味道是咸味 好咸味 它攻坚 咸能够攻坚 那有一种病 小孩子呢 这个 头顶那个骨头软骨 如果密合得不好 一个洞留在里面 一直没有密合 用硅甲效果最好 一下就合起来了 最主要是 这个用在那边是最明显 好 那硅板呢 当然乌龟肉 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嘛 你去问一下广东人 乌龟肉怎么吃 他们最清楚 那我们中医是用硅板 好用硅板 这个硅板 你平常写硅板 或者写败硅板都没有关系 它是知音医学 除了知补以外 它同时有弓坚的效果 滋布以外又有弓坚的效果 所以很好用 所以 那 这个药呢 平常我们制过 就是用火烧过 烤过以后再用 不烤过以后腥味很重 用火烤过一下 洗干净后烤一下 烤一下要切片 比较脆嘛 比较好切片 这是补血之音的 补肾 如果说肾亏 我们也可以用硅甲来补 硅甲是很好用的 所以唐龙川去写了 他的本性 所以药的药性 就是从这边来的 硅性符 有没有 去精华在版 那同任度而迈 同任迈 注意看到那个乌龟 这个乌龟靠在这边 乌龟 乌龟的头伸出来的时候 你看他嘴巴 如果这样 你仔细看他嘴巴 他的舌头 永远是连在上面的 舌头 乌龟的舌头永远 舌头顶得上耳 他天生如此 其实他天生的 他的任多弱脉是通的 所以乌龟很长寿 所以诸位比我好 就是坐在那边 舌头顶得上耳 听我讲话 我是不断地耗元气 好 那 这个是乌龟 所以诸位平常没事 不管你开车回哪里 去哪里 平常坐飞机 随时舌头顶得上耳 提醒自己 顶得上耳 顶得上耳 把它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以后 你常常训练 气沉丹田 以后你随时行走坐卧 你无时无刻不在练功夫 那 这个我们如果说 这个 大补 滋补 我们有你看 那个大补英丸 有没有 黄渤 滋补 手笛 拜鬼拜 这个是南派的药 用了他们大补英丸 那乌龟的肉呢 也可以吃 乌龟的肉可以吃 好